如果你现在已经把身上的名和利舍了 你既然连名和利都不要了 为什么还要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面子呢 这些面子对你的伤害又是巨大的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多少人在面子前倒下 又有多少人为了一个面子背了多少的债 到临死前都还不清 师父还说 又有多少人为了一个面子 葬送在人我是非中 最后被人所陷害 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道 菩萨慈悲保佑我被电风扇挖的洞 一夜田上没有痛感 并用能量护持我 在很厉害的灵性屋子里平安度过了一夜 之前住在同修家 因冤结爆发 不愿意再和他睡一个房间 于是把铺盖抱到隔壁房间睡觉 同住的人以及有冤结这位同修 都有看到这个房间有一位跟房东有关系 穿红衣服的孩子 即便心里很害怕 也不愿意跟这位同修睡 我相信有菩萨保佑我没事的 刚进房间没多久 我去拿电扇 明明我拿的手提安全处 几根手指却鬼使神差般伸进了电风扇 想想高速运转的铁叶片 如同切割机差不多 手指都可能会被削掉 因为异物进入 发出巨大声响 本能反应立马抽出手指 没有想象中血肉模糊 血溅当场 只是几根手指刮破了一点皮 然而中指指甲盖旁边的肉 被电风扇挖了比绿豆大一点的洞 居然没流一点血 当时整个手指都是麻的 但是没有一点痛感 我知道这间屋子药经者有多厉害 更不喜欢我在这房间了 多亏菩萨保佑 否则后果很严重 害怕肩并委屈 眼泪止不住掉下来 于是嘴里不停地念着大悲咒 求菩萨保佑以及护法 菩萨保佑我平安安稳地度过这一夜 我也不想再管受伤的手指 心里相信菩萨一定会让我好起来 哭着哭着睡着了 半夜突然被一股能量惊醒 整个身子被暖哄哄的能量包裹着 拖着非常舒服 从没有过的感觉 知道一定是菩萨在保护我 很快又继续睡去了 醒来那个洞被雪填上了 手指居然一点也不痛了 还刻意捏了捏真不痛 如果不是菩萨保佑 这夜肯定不得安宁 手指也许血肉模糊 感恩观世音菩萨 以及护法菩萨慈悲护佑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六十张小房子 治好了我几年的定时背痛 得这个背痛的病 大概在几年前 某天凌晨四点左右 被挤住三分之一处的疼痛痛醒 然而白天啥事也没有了 对于睡觉 本来就横七竖八的我来说 偶尔出现这么一次可能也正常 也就没放心上 可是由一开始的几个月痛一次 变成一月一次 一月几次 最后越来越频繁 甚至一天一次 以至每天三四点就被搞醒 天天睡不好 苦不堪言 晚上痛 早上好 根据规律 以及师父开示判断 这是典型的灵性病 去医院多半也查不出问题 于是 在佛台前面 请观世音菩萨慈悲指点 以及小房子数量 当天夜里 一个声音对我说 六十张 早上起来 立马许愿六十张小房子 经过一段时间烧送完后 被痛的问题再也没有犯过 小房子真是灵芽无比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同秀的分享 这位同秀分享道 蟑螂不见了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以往到了夏天 天气一热就有蟑螂 到了晚上 总能看到他们的爬行身影 上次看到观世音菩萨的一段开示 观世音菩萨开示道 徒儿 你可知为师 在天上是以何种心态 送念往生咒 超度众生 为师是想着 一切众生之苦 皆由无始贪嗔吃 而轮转恶道 不得超妥 你们若是能以这种心境 来念送往生咒 其神力之大 是不可言说 这段开示 让我感触很深 佛菩萨是众生平等 佛菩萨的平等 是大慈大悲 不会因为看到我们很讨厌 很自私 而不去救度我们 那晚又见一蟑螂 我不再像往常一样 害怕嫌弃 而是真正从内心里 感觉她很可怜 很苦啊 苦之根源 由无事贪嗔吃 而轮转到畜生道 不得解脱 或许多少事前 可能还是人生 多可怜呢 当我这个意念一出来 也就不再想把她赶走 随她了 可能就是心里心念一动 她接到一种脑电波 超声波 几天后突然发现 有几天没看见蟑螂了 后来连续多天都没有看见 这下能确定蟑螂真的不见了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2022年5月5日 我从原来公司的综合部门 调动到另一个公司的安全技术部门 工作一下子都是不熟悉的范畴 而且非常影响我运经 因为之前是一个人一个办公室 而新公司新部门 是三个人一个办公室 部门经理还要抽烟 我一时觉得非常郁闷 针对学佛念经的恶缘阻碍 我和菩萨许愿 送九张经文组合小房子 给自己的要经者 七张化解学佛和工作恶缘的 经文组合小房子 放生一百条鱼 一千零八十遍解节咒 五百遍消灾极阳神咒 现身说法 通过送经文组合小房子 放生念经后 我和领导讲 可不可以换下办公室 这样既不影响经理抽烟 我也不用吸二手烟 领导很爽快地答应了 于是我将部门的资料室 收拾出来 换成一个人一间办公室 而经理同事也对我态度特别和蔼 好像可以念念的时间也多了些 我真的太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了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有一位青年 总是埋怨自己 时运不济 发不了财 整天愁眉不展 有一天 他遇见一个 虚发皆白的老人 他问 师父 为什么我总不快乐 你说什么 师父 我不明白 为什么我总是那么穷啊 穷 孩子啊 你很富有嘛 这从何说起呢 老人家 老人说 假如现在 斩断你一个手指头 给你一千元 你干不干呢 不干 那斩断你一个手 给你一万元 你干不干呢 不干 假如有人要换你的眼珠 给你十万元 你干不干呢 不干 假如让你马上变成 八十岁的老人 给你一百万 你干不干呢 不干 那假如别人让你 替他去死 给你一千万 你干不干呢 不干 这就对了 你已经拥有了 一千万的财富了 人为什么整天要哀叹自己的贫穷呢 这个青年突然什么都明白了 如果你早上醒来 你发现自己还能自由地呼吸 你就比在这个星期 离开人世的人 有福气 如果你从来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危险 失去亲人的孤独和伤痛 病痛的折磨 你没有经受过忍饥挨饿的难受 你已经好过世界上五亿人了 如果你的身体还能不靠别人自己走动 你已经比世界上十亿人幸福 如果你的冰箱里还有食物 身上有足够的衣服 你有房屋的生活 你已经比世界上百分之七十的人富有了 根据联合国世界粮食数据显示 全球有三十六个国家 目前正陷于粮食的危机当中 全球有八亿人出于饥饿状态 而在非洲大陆 有三分之一的儿童 长期的营养不良 全球每年有六百万学龄前的儿童 因为饥饿而夭折 如果你的银行账户还有一些存款 你的钱包里还有一些现金 你已经升居于世界上最富有的百分之八之列了 如果你能听到台长这段话 那么你比全世界有七千万聋亚人幸福的多啊 人应该学会知足了 我们人的一生会遇到各种不幸 但快乐的人 因为懂得知足而珍惜的人 才能真正的拥有啊 感菩萨感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再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面就是表面现象 子就是你做了面的儿子孙子 你要这个面 你就要为了这个面 一辈子做儿子做孙子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面子去掉 才能脱离痛苦 超越现实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